作為一位舞蹈員 其實我覺得作為一個舞蹈員 是應該排舞老師入到來 排甚麼舞種要懂得跳 為甚麼我覺得排舞老師就著大家的舞蹈 因為舞蹈員做不到 要改動作 你在外國排舞你不會改動作 為甚麼香港人要改動作就是舞蹈員 舞蹈員 我不喜歡跳老師的舞蹈 但你接了一個工作 有老師排甚麼要跳甚麼 為甚麼你不去把他不好看的東西 跳得很好看當你自己 是靠你的舞蹈員 不是說老師去遷就你 因為你的工作是需要這樣做 還有排舞老師排甚麼給你跳 你是演繹老師的東西 不是放自己的風格 有些例如獨舞的舞蹈 或是排舞老師要你去做這些東西 你可以做自己 因為多數都要齊、乾淨 心態和感覺 譬如我跳中國舞 你會放一些很酷的風格 你要懂得去想 我一陣子沒有放甚麼風格 放甚麼感情去演繹出來的老師 演繹過排舞老師所想演繹的東西 而並不是做你個人風格的東西 我覺得專業的是 你要知道你在排舞室裡 排舞老師是最大的 你要去演繹他的東西 我覺得就是這樣 你不要這樣